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露了很多精彩镜头 然后自己都不是很满意 所以接着录了第二遍 然后中间的一些软件设置疏忽了 没有弄对 然后编码多填了一个零 本来是2500的码率 填成2500 导致那个视频非常非常的卡 然后录完了就有点累 然后就睡了 然后也没有仔细的核对检查 导致大家看到视频很卡 早上起来我就看到大家留言 开始我想的解决方法是删掉视频 但是那个视频的末尾有抽奖过程 说实话每期的抽奖过程我都是全程放到视频的末尾的 为了让大家相信这个抽奖是完全公平的 然后最后留言都是没法看 然后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只能删掉 然后大家可能就看不到这一期肯定看不到抽奖过程了 然后在这里离子给大家承诺 然后就是那个抽奖过程是绝对真实的 离子到时候也会把奖品发送给中奖观众 也就是这一期出了这个毛病实在是没办法 然后因为那个视频也没有留底 留底了 结果太卡了 没办法 只能删掉 所以说抽奖的过程就没法还原了 然后我也会在这里检查一下卡顿的到底原因 然后我现在已经基本上应该是解决这个毛病了 然后在这里离子给大家真诚道歉 谢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哎呦全是我的问题 然后实在是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能够包容一下 接着支持该吃核档的大离子了 脑子蛮短路了 输缩数了 数学真的是 亏我老婆还是个数学老师 结果自己的数学却一塌糊涂 真是惨 为了承诺大家 为了弥补大家 今天晚上应该会给 今天晚上应该会把这些学赛跟半球赛都录出来 有很多人问我新版本怎么样 然后由于新版本大家还需要再玩一下 离子没有玩 所以在这里不敢给大家忘断 所以说只能等离子玩过以后才能明白到底是什么样子 离子等时装了以后玩两把 然后试一试 然后再给大家来讲 讲一些东西 因为我不能给大家胡作白咧是吧 然后实在是不好意思 底下是我一个零食物地址 离子吃我的totop.com 也欢迎大家能来看看 最近有很多新鲜好吃零食 看待离子这么勤快 然后又积极改正自己错误的份子上 也是谢谢大家一路既往支持 然后离子在这里该吃核桃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来聊我零食物看看吧 也算是支持我一发 好 这边广告就打到这里 然后道歉声明也就在这里了 大家也不要 就是有很多朋友谢谢你支持我 然后有人喷我 你帮我回击 但是我这个只能说我自己傻逼了 然后该吃核桃了 实在是对不起 喷我观众也是给我提意见 谢谢你们 无论是喷我还是替我说话的都谢谢你们 是离子的问题 离子一定会改 好 这场比赛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对阵双方是弗奈蒂克对阵The Wings Wings相信中国之义 然后这一届比赛头像就是他的对标是个鹰 这一届比赛中也是大大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这场比赛让我们来看一下 由于这个半选人咱们市场录像 所以咱们就快进看 这边其实弗奈蒂克拿到这一手阵容的时候我都心很凉 他们拿到这版本最热门的小路加兽王 小路加兽王这个无论是大猎数还是小路走游数帮助大哥打野来 无论在两边哪边也去打野都能发挥出非常非常大作用 再配上DP也是一个推进体系 所以说弗奈蒂克前三手拿的和吉兰前四手拿的英雄 都是这版本绝对的很好用很核心的东西 而相对来说The Wings的阵容我当时并不是很看好 因为他们这边是一个巫医加上一个窝地 然后这两个就是巫医加上赏金 这两个英雄其实在本版本中除了赏金还可以 但是巫医的优先级并不是那么高 他们这时候补出度母加上猴子 也是把他们阵容补全 而最后一手Fenetic直接点下了本版本最热英雄斯文 作为大哥也能很好的克制猴子 而The Wings的选择就是补出了优鬼SPC 这边让我们看一下 然后补出了这两个阵容基本上也算是选拽 这个阵容Fenetic就拿到了一个这本版本来看最好的一个阵容 应该是上个版本新版本马上就要更新了 他们拿出的是一个本版本相当好用相当厉害的阵容 而Wings这边相对来说 我个人感觉拿的就有些奇怪 不过还是来看一下这些队伍到底怎么发挥套路吧 然后再稍微快进一下等选人画面出来 好了选人已经出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现在的用人选人情况是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是阿边的杜姆 以及Y的赏金 二兵的乌依 挑刀挑刀的猴子 以及Shadow影子的游鬼 而对面这边是DJ小鹿 Middle1的死亡先知 33的莱恩 以及Ohio的兽王 还有一个就是敦哥的斯文 这边让我们来看 哎呦这兽王怎么太空飘移了 这怎么走路飘起来了 这边上来五人选择集体开悟 Wins这一波开悟其实是打的想打一波很主动 但是这波开悟赏金偷钱探路 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对面的人 然后看到了一只猪 然后我还有已经成功机智的躲开了对面的这波杠客 并且在这 Wins这边应该赏金来放个眼 但是这个眼位已经蛮很很清楚的侦察到他们的眼位 所以说这波Wins不光开悟亏了 而且这个眼也会被排 肯定会被反 吃服方面 暗影就是猴子应该跟DP都能拿到这个服 问题都不是很大 这边兽王也是过来把这个眼排掉 反掉 直接直接吃掉 这眼插上直接直接拿补刀斧 就是打野爪吃掉这个眼 然后他们这个组合 杜姆在上路其实是非常非常难混的 斯文加莱恩再加上持续过来帮的小路 其实压力蛮大的 而几方有鬼面对兽王 有无一宝也算是比较肥 中路猴子打DP 猴子小猎 毕竟DP不是卡尔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离子猴子打卡尔好打 因为卡尔主要靠什么 你自己自己想一下 卡尔主要靠的是急速冷却 以后的A人 加火人的A人 其实这一波猴子由于有D的存在 所以并不是很怕卡尔 他的消耗也可以顶 由于猴子有敏捷成长比较高 护甲很高 然后他直接扑个穷尾盾 就可以顶着几方的 顶着卡尔捕到刀以后 就可以比较舒服的名字 而DP的吸血是石打石和锅 是石打石的消耗 DP吸猴子基本就要开地 所以说DP的兑现能力 其实是打猴子方面 是要比卡尔好打的 玩玩就知道 然后再来看一下优鬼 青松在这里 两边优势路混的都应该是比较肥的 猴子再被DP推一波 还是蛮难受的 小鹿也是积极发育 小鹿前期也并没有选择动 捕刀方面 猴子3-0 DP6-1 可以看出来猴子有点小优势 并且这边还有小鹿的吹风的销售来帮 所以说总体来说 对线方面应该是WINS小猎 但是猎势应该不大 猴子等级起来了 相对来说就会要好混一些 这边杜木捕刀3-3 而兽王只有2-0 兽王打一波野 刚才赏金这边应该是抢他的野了 赏金刚才我看他有经验 抢到他野了 那这样应该是能成功的 兽王打了一波野 我刚才没切过来 兽王在这绕一圈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好的战果 应该来做一波视野 兽王再拉一波远古 不是 赏金应该点个眼 点个真眼 直接把这边封掉 还是打的相当针对的 我还有兽王混的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 他应该是要去选择打野了 小鹿这波开悟 看有没有机会 小鹿这波开悟有双倍的 但是他不着急吃 杜木来控服 这感觉小鹿要直接把他蹲死 这压力好大 直接一个净化怪 这小鹿再一个波 净化怪买上还有一个净化 可以再净化一下 杜木要死 一标被小鹿炸死 小鹿是一个密死 但是五十按两下密死 杜木人品还是不错的 但是被堵到了 被这个野怪 就是被小鹿控制了 野怪直接堵死在那里 那没办法了 成功的送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交出一血 前级杜木 不过杜木还行 在这混了个七杠三 而兽王相对来说 要更加难混一下 两边大哥都是无解肥 优鬼十七杠五 而相对来说 死闻也不穷 死闻有十四杠三 然后捕刀方面都蛮多的 两边大哥都算是无解肥 The Wings这场比赛 为什么我会一直想给大家做这场比赛 年轻队伍 在这场比赛中可以看出来 他们非常敢打敢拼 放出兽王小鹿 以及DP这班本相当阴霸的英雄 自己拿到了一套 他们认为能打的体系 而且这是决胜局 他们输了就会走 回家局 一般顶尖强队 回家局都不是很好看的 但是 The Wings这场比赛 打的真的是无可挑剔 打的非常非常的美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配合赏金杀莱恩 应该是有希望的 砍一刀 开交赌 直接上 给个威刀 然后赏金 莱恩差两个 但是莱恩这位置 应该是有可能会死 这边扬一下 莱恩 这里能不能死 莱恩死了 但是我感觉 诶 这边莱恩 这个局员活了 赏金一刀 A死莱恩 但是自己在这里能跑吗 杜姆跟赏金 双双交在这里 小鹿一波成功的支援 不是杜姆跟赏金 双双交在这里 一波支援 猴子这边再次被抽血 但是还是挺寒兽的 被DP压蛮多的 24-26-3 而猴子只有16-0 相对来说 DP绝对是打猴子 有点优势的 让我们来接着来看 词文在这里 舒舒服都不知道 然后他第一 第二应该还是支配拉野 CW中一般支配拉野 比较多 当然现在也流行那种 也有那种流行出鬼爪的 老大斯文就是 鬼爪 那个 B张加上风脸 也是毒一家 这边准备杀 杜姆 垂住 接踩 但是 杜姆蛮肉的 不太好杀 杜姆蛮肉的 焦头开出来 四季杜姆 应该是不太好杀的 中路这边想动手 DP 一个标 再砍一刀 DP 再追 猴子马上有下一个标 再磕口瓶子 哎呦 这蓝恩过来了 应该是杀不了了 猴子刚磕口瓶子 马上有下个标 还是击杀不掉的 看下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 优鬼跟DP 位居前两位 然后死闻的经济也不穷 杜姆混得也还行 总体来说 Winx对线 击着能接受的 猴子虽然被DP小鸭 但是能接受 而杜姆在这混到了 绝对比兽王的要多得多 兽王那边只能选择 把野反掉 Winx这个阵容 前击赏金的 积极做事也 积极跟 锁定小路的动向 还是不错的 这边再一个标 来耗一下 我还有 Winx好远MD1 猴子这个英雄 等级高了 还是好大点 优鬼传过来 第一波开大 直接杀DP 漂亮 直接把DP秒了 我二斌的加点蛮拼的 两级的组军 两级诅咒 我纯打架加点 新队就是年轻 杜姆这边 死闻 死闻开启 开启战口 只能面对杜姆 只能跑 小路来了 但是小路这一波 毛死不太好杀杜姆吧 招了一个小兽 控制不够硬 感觉杀不了 这边看下杜姆 杜姆有焦土的 应该是能安全撤退 还能赏金 还能接一个人家 想杀小路吗 吃一个兵 有一个焦土 敢不敢反打 应该是不太敢 毕竟对面 蓝恩也转过来 杜姆这边得走了 蓝恩已经堵过来 包过来了 这边蓝恩 插不到 应该是 杜姆焦土移动速 快赏金 哎呦 赏金 其实不出来砍这一刀 应该是没事的 就这个赏金 想救下杜姆 砍了一刀 殊不知小路上有有误 杜姆这边被抽血 哎呦 感觉死闻也赶过来 这边谁TP 但死闻没蓝锤 给个战口 这边DP该大 先杀死闻 把死闻怼了 但是杜姆也死在这里 双方一万一 其实不亏 三五倍换一号位 猴子接着追 猴子应该马上就 哎呀猴子这里不太 还敢上吗 应该不太敢上了 这边别死了猴子 再一标 小路 再一标 哎呀波推歪了 但还是A出来了 小路死 杀掉了猴子 但二兵在这儿 应该是能收割小路 换了 哎 弹死了 不错 人品不错 弹过就了 最终这一波 小亏 呃 死了三 三万三 呃 小路收割 不过杀到对面 大哥死闻 算是亏也亏不了多少 亏一点点 经济方面 你看啊 还是亏定多的 经济方面 亏了九百块钱嘛 优鬼在五解肥 刚优鬼没大 优鬼要有大 能支援过来 优鬼中路大配额 杀DP了 所以说他没大 优鬼也是现在 最主流的出装 然后相位 加上骨灰盒 以及补个战骨 打架流 然后补分身 一般现在比赛中 都是这么打的 像那种纯毒流 灰奥流优鬼 也不是证明 火离子这个 不是这意思 不是说 出灰奥就是毒流 只是说 这种优鬼 打架能力强 前期不用队友 太保护他 基本上到大 有大就可以收割 说往这边挂鸟 可以看见对方 踏下支援的人 这边消耗一波DP 但是杜姆已经绕过来了 这波开悟 有希望 赶紧能杀DP呢 杜姆有大的 给个镜头 这里对面反开悟 蓝也过来 双方这波看怎么样 直接给大 给上大 直接把DP也秒了 二兵这里能不能死 二兵这个临死前 放出这个云很关键 两个都能追 放出这个云很关键 但是小路这边 开出了加血 所以应该不太敢上了 瘦王也是想支援过来 但是没能 这波还是赚到了 这场比赛 李子有人问 李子这场比赛 人都切得不错呀 做了三遍了 昨天做两遍 今天一遍 然后看了一遍直播 看了四遍比赛了 所以人都基本都能给你切到 确实是李子的失误 所以说 虽然李子很感谢你帮我反击 就是喷我的人 但是我得说 人家喷的对 喷的好 李子就是他妈该吃核桃了 脑残 做错事就得认 但是你说我不用心 这个真的是有点 有点伤心 你要说我懒 就是傻 该吃核桃了 这个我能接受 但是你说我不用心 他妈傻子也有努力啊 那妈我的 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 这好像又黑了自己 每天唱24小时歌 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 这这这这也有喜欢天国 讲道理他歌并不算难听 我反正听还可以吧 不算难听 这边几个人搞优鬼 但是优鬼有没有这个意识 非常棒的意识 成功跑路了 他跑了 这边是没有视野的 优鬼这个是 他想去跟队友会合 貌似的事 这个逃出生天有点溜啊 双有大 他们的地图让人秘死了 所以说这边 斯文也是被消耗蛮难受的 这边 式迪哥直接包屁股 RPG 日日日屁股 但我个人感觉日不动屁股 好了 优鬼这边 一马当年出在最前面 被莱恩插一下 老人马在截条踩 应该是 莱恩是有希望杀的 猴子可以阻一下 也标到了 哇 这个标到了 莱恩虞應該是刮了 斯文在这开波大 情波兵 我atter schauen了 我也想过来干一条 老伴只是轻薄兵 搞不定 斯文说 卧槽对面有点凶相 兄弟先走了 该卖就卖 该跑就跑 打不过就怎么办 松 这还不简单 打不过能怎么办 好嘛 这边有鬼开大 支援抓到斯文 漂亮 赏您定位 有鬼开大直接收 这边有鬼直接再传过来 然后刷小路还是有点贪的 我敌兵没有受网友 轻松把下路塔推掉 还是比较舒服的 兽王也是挂老鹰 兽王为什么这版本厉害 就是他视野控制 这版本真的特别强烈 这个老鹰一挂 基本上你就是 塔后支援的人啊 他基本都能看见 前击双方可以说 打了一个棋风对手 降域良才 然后弗乃迪稍微领先500块钱 经验上弗乃迪也是500 500块钱真的不算多 实际上500不算多 而且Vince这个阵容 后期硬有杜末 而且有有鬼猴子双合 打对面并不是很趋 所以说他们这个阵容 绝对是能接受的 这边兽王直接选择TP 回家补给 我应该是做出输了吧 他还没有输出 前击真的不太肥 肥的兽王11级 肯定是11分钟 肯定是有1级输的 都有着肥着11分钟 两级输都有的 但是对面又输入不强 讲到这张小鹿 没太照顾他 小鹿其实感觉在对面 也去打个野 可以来帮他一下 但是主要有赏金 小鹿也怕被子闻进 所以说也是前击 对放养兽王 斯文这边也是家队支配 然后看看他拉的远古野 并不算多 两波 斯文前击很穷 斯文加点也是一级锤子 主二三的一个加点 主二负三 也是现在比较主流的斯文加点 这边杜莫跟乌一 我靠乌一还没点加血 四级晕 两级诅咒打的好拼 这真是年轻队伍的活力 一般像国内的一些老队伍 还甚至国外的一些队伍 都喜欢加加血 这个加点好拼 学诅咒的 这边没晕到 开悟这波失败了 直接开始跑 猴子这边想杀一波兰 躲一个X 这边猴子杀不掉 感觉TCD没有 然后原地地 没什么用 杀不了 蓝还是比较机智 直接原地TP 他要不TP的死 新版本大萨已削 600点蓝变成400点蓝 然后请组织放心 刀的不会亡 大萨不削 刀的必亡 这边兽王 貌似赏金锁定兽王 但是小路有粉 哎呦 这个粉没撒到 兽王 大住肚膜 但是有鬼支援过来 这次把自己这个阵容 激动性发出来了 有鬼成功支援 这波本来是 粉丽的一个 配合兽王 背着小路 一波也就入侵 反而就对面 让Wins打转了 有鬼的成功支援 再一标 哎呦 躲一下 猴子这个地 真的是神技 好多人问我新版本看法 李子现在 因为没玩过 妈现在的看法 就是胡鸡不咧了 所以说 我得李子得玩 玩两把才能 大概知道一个了解 其实为什么说 有的时候 有的解说 不是说 不是说他做的不对 他第一时间做一些测评 我跟着感觉 没什么必要 因为你第一时间做测评 你做出来的理解 大部分 其实说老实话 都是错的 说老实话 哪怕让职业玩家 来做这个测评 不是说 所有解说水平不够 就是让职业玩家 来做这个测评 也不见得对 因为 你想吧 咱们就拿版本来说 你看 每次更新 大家觉得会 大红大紫英雄 其实都不太会红 真正会红的 都是那些比较 就是比较在关注中 不被大家关注的 一个小的改动 就有可能是决定性的 地图的改动 小兵机制的改动 然后这个扫描增加 还有一些一些 我感觉这些才是真正 影响核心的改动 所以说 你像当年一个 6.85 6.84出来的赏金机制 当然大家都觉得 这英雄强 那个英雄强 后来才翻 赏金机制才是最强的 所以那版本 那个赏金机制 刚开始出来是很bug的 所以说 大和盛行 翻一波团 基本上能打出 一波你领先一万 输一波团 高地输一波 直接就 直接经济就拉平 所以说那个版本 才是有 冰外认为是个bug 就修改了 所以说版本更新 一些小的东西 才是决定形势的 并不是 你得综合来看 就跟那时候 人心道具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玲珑心这个东西 会大红大紫 什么配玲珑心 多屌啊 无敌啊 什么 最后发现 真正火的是围光披风 大家把什么 就是什么玲珑心 打你刀 想的无限美好 结果最后发现 火起来真的是 火起来确实微光 成人手臂出的 还有大勋章 这种东西火了 所以说这种东西 你得玩玩才有意见 不能瞎理 这边诅咒 给上游鬼开大 火二斌这个诅咒很完美 小路这边能不能追 弹两下 小路应该是跑掉了 然后这边看后面 蓝这边能不能死 哎呦 还是成功让他TP了 这边杀了一波DP 绍王直接跑路 DP这波被终结 二斌刚刚那个晕 非常果断 晕加诅 走 二斌还没开始加加血 新队友真是凶啊 新队友确实熊 熊向 这边开始猴子带领几方 队友推塔 然后再一个地 过来 一标 哎呦 小路这标还真的蛮疼 能推着这个塔 应该是 这边慈温过来 开始打短战 猴主赏金 慈温只锤主应赏金 可以把赏金是收了 但是后面怎么办 猴子这边选择切兽王 暂时撤一波 优鬼还没大 所以说可以走了 该撤就撤 然后优鬼现在是准备做夜叉 还是如我所料 那个基本的橱撞 非常常规 这个塔应该是也会被 粉带的一个推掉 DP还没有 DP还要大 所以说他们现在 粉带的一个需要 躲着一点打 攻击 你都外在的上来 回中塔正受到攻击 来处理一下兵线 然后DP现在加点 基本都这么加 次吸血 DP新版本吸血 也被削弱了 然后我觉得确实是 应该削弱 这个DP讲道理 这个吸血 就是有点 有点屌 屌的过分了 这边优鬼前进 由于积极打架 然后拿到了五个助攻 发育还是可以的 16分钟 6000气的优鬼 绝对能接受的 猴子在在中路不发育 猴子飞鞋以后 下一大件 估计要接散尸 这个塔应该是受不了了 他们塔血量不是很多 DP还要大 然后配上小鹿宝宝 以及说王光环 这个塔应该是 要放 该放塔要放的 WINS应该是选择 来带波 换就是 带线 换塔 这边WINS要换中路塔 猫子 这个防御塔 肯定还是守不了的 应该是会被青龙推掉 塔被推 然后优鬼接着发育 问题不大 这个塔能不能换掉 但是塔血量还比较高 感觉不太好换 这死人直接开大 那是塔 这边 这边拆的好像比WINS快很多 WINS拆的点慢 要上高低了 这得回来 DP还有大的 这波得回来的 这波一定得回来 无一先回 无一然后赏金DP 这边动手 接着DP 二兵直接被秒掉 但是优鬼开大 切入不错 这边先秒寿王 寿王大招没放出来 直接死掉 然后杜沫冲荣在前 吸收了很多伤害 应该走了 杜沫命牌回头 我靠这个杜沫回头 有点迷 通过队友打赢了 二兵这个大招 发不错 无一原地买活 无一直接另进买活 这波打转了 有四个赏金标记 而且无一这波 也拿到一个双杀人 都又转回来了 所以说这波 有赏金标记 WINS绝对是能接受的 双大哥受割了 对面除了死问 全死了 这波WINS又是很大 一波战斗回放 刚才没点开 结果他就消失了 这边再给个标记赏金 游鬼过来 游鬼也是夜叉 这版本游鬼 绝对是天地上分力气 其实游鬼这一套 挺好看的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套 我感觉这个王冠特别好看 这一套白衣尔 示威度很高 拿这个 这一套配个散尸 特别好看 挺漂亮 推荐大家这么炮 而且也是 豪的套 我有砍手豪 上将豪 多吃河道 补补脑 撒 你妈真是黑 太黑了 离子也该吃河头了 妈让媳妇买点河道吧 教教我数学 我要让媳妇给我开个补习班了 那妈的数学太傻了 昨天那个为什么卡 2500 他们打成2500了 肯定有卡 毫无办法 离子翻二 傻了 脑子短路啊 原谅我呀 脑子短路了 这边有鬼再一个标 前级有鬼 他们打赢这波团战以后 就可以把节奏放的稍微缓一点了 不用打那么快了 节奏太快 也没必要 稍微把节奏放缓一点 拖一拖 因为他们是这种打呼机 完全不虚的 优鬼在做分身 已经快好了 还差300块钱 火完这几个刀应该就OK了 这边 他刚才猫似着想抓一拨猴子 斯文什么装备 斯文还估计下大家要补跳刀 两千块钱没买装备 估计是跳刀 我还有两级 啊 才才一级输 我还又死了两次 所以比较伤 啊 这兽王发育好差 二十分钟一级输 现在一般兽王二十分钟 肯定都有三级输了 这有确实前级放养他 没怎么管的 所以说离子新版本测评等时 等 哎 刀树应该也不用离子测评了 肯定好多测评了 了解版本改动 然后离子刀树也给大家来一些新 新打法 我那天就看那个小牛那个 卧槽 起飞那个有点屌 这边锤 哎呦 挑刀刀 本届不愧是大腿表现 我有奥数符 小鹿输入好高 再一标 马上有D了 哎呦 还行 夺了 我刚才锤到应该是会死的 死马大开了 这波节奏又放缓下来了 其实是wings很赚的 猴子回家补给一波 他刚才这个奥数符也很关键 让他自己连续有好几波D 有鬼分身 然后猴子也是夜叉到手 这边找赏金 帽子找到了 哎 赏金被直接打招 但是没敢训了个命 虽然赏金死了 但是也反杀掉兽王 蓝固执也跑不了 蓝也再见了 一刀A死 没用 猴子在这边切DP 哎呦 把DP也成功能切死 这一波wings抓到了很好的市集 让我们来回头看一下这一波团 先是他们要找赏金 直接找赏金 但是赏金一口没肯 直接让兽王先死 然后蓝估计在这里也死了 然后猴子在这边疯狂切DP 又散尸了猴子 很希望配二兵成功的击杀 这一波正面上让人打赢了 所以说 我来替个三个没买活 都没买 这感觉要被破路了 兄弟 都没买 我靠 这感觉要破路了 MISS又死了个赏金 无关弹无伤大雅 这边小鹿也不太敢太激进 然后小鹿反召一个猴子幻象 猴子幻象能打一打度 还是蛮恶心的 这边再标一标小鹿 然后感觉破路了 MISS这一波优势很大 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他的DP还没活 死温过来跳锤动摸 但是 这边二兵上了诅咒 哎呦 二兵往后走 猴子在这切死了 莱恩 然后再切 再切 再切死温 先把死温打死 死温没蓝了 感觉能杀掉 诅咒还不错 猴子在这边在追小鹿 直接把小鹿切死 双杀 我还有估计也跑不了 TP能走吗 走不了 三杀 这边DP感觉也跑不了 猴子这一波要一波 你天 四杀 小鹿买活过来 但是赏击一口没啃 直接把小鹿心都给没啃量了 这边再过来 哎呦 猴子要包走了 跳刀 跳刀 给力 本届比赛的 跳跳刀的 非常出色的发挥 给力 跳跳刀 哎 这一波给力 直接都可以拿中二塔了 一波反打 直接把对面打灭了 赏击也是过来 买个大鞋子 杜莫在家更新的跳刀 本地不大 这边等会儿再来接了一个电话 给他把塔 能够重复退掉 比较舒服 哎 这一下两路了 很关键 又是好大 又是无限大 插起来 再递走 然后这一波 可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 因此一波打出两路 一波打出了非常高的经济差距 直接从经济 直接打到一万加 又有赏金 又破路 猴子直接更新分身 又鬼散尸 他俩都是出装 基本都是一模一样 出装都是差不多的 很好用 这种都是打架装 现在散尸配分身 绝对是非常核心的造具 很好用 但现在装备就不要碾压了 然后猴子跟优鬼两个都是将近一万四 斯文只有一万一 斯文BKB还是挺远的 这边再拉一波野 拉到了 帽子 拉到拉到 斯文三波杨果 可以清一波 这波应该不会开大清 开得好就多了 但是对面Winx的节奏很快 直接要带你走了 不陪你玩了 直接把你的外塔 然后无依也是在这里做出点击手 无依离A罩都不远了 2200多块钱 加队呼喚 这场比达二斌的无依打挺好的 真的蛮好的 二斌无依 这要再补一个塔 然后二斌也2500块钱 这一波可以说是 要带你走了 Winx要上高地了 猴子在猴子带领下猴子又分身符 不着急开 先利用自己幻想来 开个视野 这个塔得要被吊 咱们得打 我还有拿个斧子清一下兵线 但是没用 这一波 本来的一个装备差距有点大 直接猴子挑刀 挑刀能被秒吗 一套技能秒猴子 还是秒掉了 但是猴子满活飞过来 局面马上不一样 幽鬼疯狂 说我输入拳打得很一样 打破了 DV虽然开出PKP 但是没用 全都得被杀 最终 SWIN开大锤 但是他没大 锤了一片人 没用 还是没意思 最终MISS非常惊天 在自己 也不叫今天逆转嘛 在自己第一局落后球啊 第二局敢打敢拼 最终拿来这样比赛 非常非常的精彩 然后稍后离子也会带来 另一次敌业组的最终决赛 然后谢谢大家 一路既往支持 谢谢大家 然后底下是我一定收入地址 也欢迎大家能来看看 然后最后离子在这里 真诚的道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